来看看这边周边有没有渗水 摸一摸 拍一拍 趁着雨天赶紧来看 刚付了定金的新房子有没有漏水 刘先生就怕施工过程有疏忽 仔细检查每个细节 但建筑师说了 这个时候才发现问题 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最好在预售屋的第一期就开始看房 重点就是柱子 传统柱子的绑法呢 这个加强的钢筋通常都做得很短 也因此套上去的时候呢 一旦遇到地震 这个地方有可能就会爆开 但是如果是一体成型的钢筋呢 它的弹性不止更好 而且耐震程度也多了两倍 想合成一体成型无断点的系统 所以它的韧性可以提升 第一期除了看钢筋的绑法 还得要注意管线配置周遭 是否有多缠绕几条钢筋 第二期则是要看低楼层的柱子数量 窄的地方至少要有三根 再来楼地板的混泥土 有没有出现蜂窝现象 第三期则是要看窗角 但其实很少舰上会这么开诚布公 专家就呼吁没办法走进去 至少也可以要求提供照片 故意在转角硬力集中 小地震就裂漏水 大地震有可能拉开 十个建案开始在执行 全套的建筑安全履率 把钢筋帮好也把70% 另外30%现场工人继续绑 然后开放给大家来看 专家提醒千万别只看外表 大理石顶级隔间都不能代表结构安全 如果发现问题 也最好向舰商要求补强方式 宁可多花点时间 也别让后半生住得胆战心惊 叫杨阁周一迭泰报道